中共二十大落幕 习近平正式展開他的第三任期 二十三號中午也公布最新的權力核心 包括李強 趙樂際和王滬寧等等七人 通通都是習家軍 在明年三月中國兩會之後 王滬寧將會接任中國國家政協主席 升得習近平信賴是個被稱為國師的人物 從十八大開始連任三屆政委 未來將會主責港澳臺事務 與臺灣關係相當密切 學者研判儘管王滬寧性格低調溫和 但中共新修黨章明確點名 堅決反對和遏止臺獨 臺海情勢將會明顯升溫 國際持續關注臺海關係 戰略情勢升溫 習近平第三任齊席交際 以免發生第二次 類似烏克蘭的全球悲劇 國際持續關注臺海關係 戰略情勢升溫 習近平第三任齊席家軍執掌大權 未來情勢如何發展 牽動兩岸敏感神經